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向您首先报告的消息是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翻供 中国疾控中心最近这几个月来 负责主要的代表中共卫生部 发布一些关于武汉肺炎 也就是中共新冠病毒的消息 这个高福在今年元月底 也就是元月23号的时候 曾经高调向世界各地宣布 就是说中共当局认定 新冠武汉肺炎来自湖南海鲜市场 而且当时中共中央电视台 曾经拍了一部片子 说是有一个女生在吃蝙蝠 而且中共的媒体 开除麻绿宣传都是吃蝙蝠惹的货 以至于世界各地到现在 仍然有大量的人相信理论 就是认为都是中国人乱吃蝙蝠 乱吃海鲜所造成的 而且中共以前也曾经高调地宣称 SARS病毒是来自于吃这个果子鲤 但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SARS病毒跟果子鲤有直接关系 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相信 SARS病毒是来源于当时中共的实验室 因为后来中共两次报道 这个SARS病毒又从实验室的溢出 但是都及时地得到了善后处理 也就是说及时找到了患病人感染者 然后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向他们的亲友传播 从而让更多的人 没有感染上这个SARS病毒 高福昨天突然宣布 他们的结果 大家记得中共的疾控中心 曾经组织过了一次大规模的分查活动 也就是封锁了华南海旋市场 并且组织了大系列的科研人员 对华南海旋市场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检查 因为华南海旋市场被封的时候 里面大量的动物都在 所以说他们的检测做结果 就是说他们没有从任何动物身上检测出新冠病毒 也就是说此前他们所说的这个蝙蝠 感染病毒 动物感染病毒根本不存在 第一 华南海旋市场根本就不卖蝙蝠 从来没有卖过蝙蝠 第二 华南海旋市场 所有的这个动物笼子里面 如果要是曾经有过这些动物 如果曾经感染过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那么这些笼子里面就应该保存着这个病毒 但是没有 一个都没有 最后呢 高福表示呢 只是支支吾吾的说呢 当时在下水道里面发现了 似乎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痕迹 那这个就跟动物没有关系了 这个可能呢 就是后来那个 就是疾控中心的那个主任 曾经有一段视频显示 他曾经放什么干冰放什么之类的 在华南海旋市场 而且呢 在病毒 在武汉四月之后呢 应该武汉的很多下水道里面 都有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 也就是说呢 这个 扩散后留下的痕迹 那个应该说跟动物基本上没有关系 这个高福作为中共主要的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主任的负责人 我们知道 他是基本上是代表中共中央的 他为什么这么反复如常呢 我的分析呢 主要原因是 因为澳大利亚呢 在大量的动物身上进行了实验 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 动物拒绝这个新冠病毒 而且呢 他们 所以澳大利亚科学家呢 在前天呢 得出了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呢 新冠病毒呢 主要是感染人类的 因此呢 它是一个 一款精心选择的 甚至精心制造出来的 专门用于感染人的病毒 所以说呢 这个结论一旦出来过以后 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科学实验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说呢 你任何人都可以做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 一旦在动物实验当中 得出了这个 就是说这个研究成果以后呢 这个实验 它的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可以提供 给任何感兴趣的人 你如果任何人 你不相信的话 不管你是德国人 俄罗斯人 或者美国人 你都可以去做这个实验 你做一遍事实 你就知道 你会得出 跟澳大利亚人 同样的这个结论 这就是科学实验的主要意义 所以说呢 这个高福呢 发现呢 他们以前的谎言不行了 就是说呢 如果再一口咬定 这个病毒来自蝙蝠 来自华南海旋市场的话 那将来会被揭穿 所以干脆就来个翻供 这也显示了 这个中共的官员呢 出尔翻尔 毫无诚信 这就说明呢 他始终都在撒谎 都在撒谎 都在掩盖 比如说还有另一个例证 就是说呢 纽约呢 前天的这个纽约时报呢 登载了上千名新冠病毒 也就是中共病毒感染者 去世的名单 一个一个的表示哀悼 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个西方世界呢 它是非常尊重人权的 因为这些受难者呢 都应该就是说呢 受到人类的哀悼 因为他们都是中共 这个生化战的牺牲品 但是中国呢 却把这个逝者名单 当成秘密 而且呢 到现在为止 他拒绝公布任何名单 他也拒绝接受 任何名单的这个查询 以至于 甚至武汉很多家属去 要求确认的时候 都得不到结果 而且呢 他们的骨灰呢 也都是被混在一起 随便抓一把 给你唐筛过关 另外呢 还要收你一笔钱 这简直是荒诞不惊 这实际上都显示 足以显示 中共始终在掩盖 他们的罪恶 他在掩盖 新冠病毒的真相 还有一个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消息呢 就是表明呢 这个中共的这个 战狼外交呢 又都遇到麻烦了 因为中共呢 这个驻法国的大使馆呢 最近呢 精心制作了一幅 粉刺美国的漫画 这个漫画里面呢 是一个骷髅 手持象征犹太教的 大力心的 这个污点的镰刀 然后呢 这个骷髅呢 这个穿着 这个美国国籍的骷髅呢 手里 这个手里还拿着 这个一个象征着 这个骷髅呢 手里面拿着 那个镰刀呢 穿过了这个 伊拉克 叙利亚 乌克兰和委内瑞拉 这些血淋淋的大门 就是他穿过了一道又一道大门 那个门上面都 分别写着这些国家 最后呢 这个骷髅呢 停留在这个香港 因为香港的这个大门关闭了 这个中共呢 用这幅漫画意味着 美国人跟犹太人联合起来 就是穿过了伊拉克 占领了伊拉克 攻打叙利亚 然后呢 又这个在乌克兰打仗 然后呢 又这个对委内瑞拉呢 进行屠杀 然后呢 最后呢 企图进入香港 对香港进行屠杀 但是香港的大门 由于中共把守住 所以呢 紧紧关闭了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们众所周知 伊拉克人民 原来在萨达姆的统治下 简直就过着这个 惊恐不安的生活 就像农历一样 惊恐万壮 萨达姆有一次 经过一个城庄 有人随随便便的 大概开了一枪 并没有对准他 他就下令 他的这个亲戚 叫做化学二雷 就把这个城庄的五千人 全部用化学武器灭绝 而且有一次呢 一个旅的这个士兵呢 大概三千人逃跑 萨达姆就下令他们 把他们所有人的 这个两只耳朵都割掉 这个萨达姆呢 这个城堡呢 完全就像一个屠夫一样 他管理伊拉克人民 就像管理牲口盆一样 美国人 美国军队呢 解放了伊拉克 使得伊拉克人民 最近这十几年来 享受了自由 安乐的这个生活 但是在中共眼里呢 美国人却屠杀了伊拉克 实际上 美国人 左道之处 不管是占领 这个日本 攻打德国 还是在朝鲜 在越南 都在捍卫自由 都在捍卫人类的尊严 但在中共看来呢 这都是血淋淋的 而且呢 这次呢 还把这个犹太人 也牵扯上了 所有这些呢 所以这幅漫画呢 都引起了 这个法国网民的 强烈愤慨 他们要求 中国大使馆盗窃 要求中国外交部盗窃 但是中国大使馆呢 宣示抵赖 说这个啊 网络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 我们可能被别人 这个攻占了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推特账号 被别人盗用了 然后拖拖拉拉的 一直拖延了两个小时 最后才狼狈的撤销 因为他们眼看着 法国人的弄火越来越旺 上午我刚刚报道过 英国荷兰现在开始 粉烧 华为五级 实际上现在 法国的这个网民呢 已经对中国 越来越愤怒 24号 也就是 两天以前 这个中共 这个驻法大使馆 居然去祝贺 开灾节 开灾节是 穆斯林重要的这个节日 这也引起 法国网民的愤怒 因为法国网民说 你们这简直都是 黄鼠狼给击败脸 你们关押了几百万 这个维吾尔人 骗什么呀 啊 你要说他们是 恐怖分子 你拿出他们的罪证来 新疆有多少恐怖活动啊 没有多少 你中共居然 把几百万这个 维吾尔的男人 关押起来 然后呢 又派出干部 住到他们的家里面 跟他们的妻子女儿 住在一个房间 睡在一个炕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 而且呢 你这样做 你能改造这辆维吾尔人吗 你这样肆无忌惮的 这个践踏人权 完全把这个维吾尔人 当成这个罪犯和囚犯来对待 有依据吗 对不对 而且你这样 能这样做的话 那将来任何中国人 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甚至将来的香港人 都可能受到这样的这个对待 你在这时候 你还祝贺开灾节 没有比这更虚伪 更令人恶心的了 所以说呢 这个法国网民呢 已经对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呢 越来越感到愤怒 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呢 只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抵住 想一想也够荒诞的 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部 最近在世界多少国家已经惹出了麻烦 上次我专门报道过 中共的战狼外交 在战狼外交在八国已经摘了跟头 吃了葡萄 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制作出那么恶令人恶心的漫画 对这个美国人 对这个犹太人进行丑化 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 还有一个这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呢 已经开始复苏 最近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呢 这个卡车的载货量 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订阅机票数量 还有酒店的这个预定数量 还有这个抵押贷款数量 还有创业申请都在直线上升 大家也恐怕很多人也都知道了 美国的股市今天继续上涨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股市虽然上涨 这个很缓慢 就是说不是那种大幅的这个跳升 但是始终在稳健的上升 而且呢 我回到纽约以后呢 我感觉了纽约人的这个生活 正在恢复正常 反正我的感觉是 我住的这个布朗克斯的这个街道呢 跟以前差不了多少 就是说呢 那个黑人们站在这个街角 在那聊天 或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这显示呢 就是说呢 黑人并不太在乎中共病毒 虽然布朗克斯也付出了 很惨重的牺牲 但是呢 大概越来越多的认为呢 这场病毒呢 即将成为过去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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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